美国议长裴洛西宣布8月1号将访问台湾 这会引起中美开战吗? 请看这集的裴洛西反台中美开战 美军的雷根套航母及美国现在的全部三艘航空舰 证实往台海这位裴洛西反台作为保护作用 而此时中共在美国的三艘航母的航季 经过中国的边境东海地区宣布为实弹演习的区域 中美的对抗究竟如何? 裴洛西反台中美开战会会插窗走火走出什么的战火呢? 而且是否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提前武统台湾的前进而来呢? 原来美军早在裴洛西反台之前已经有一座访台的赴台计划 空军支网台湾而陆军部分由台湾部队负责 马祖东部既然发现了中国胡人机扰台飞行的航祭 这是否发生了什么侥幸台湾的世界呢? 为什么中共的胡人机挑在台湾的东影部分飞行呢? 这是不是为了刺探军行还是为了挑衅台湾而来呢? 因为裴洛西发言在8月1号访问台湾 而这个时间点是在8月1号正是中国共产党的践竞节 这完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不能容忍的 现在中国解放军已经发言海峡两岸不存在中央中线 双方应该随时随作适应 这一位做中共会向台湾发生军事统武统台湾吗? 这个是中共发生了发言了最强硬的对话 而本月28号就在东影发生了一宗中共的胡人机不明飞行器 两度的烈度上空 这同样在东影发生的胡人机裂空事件 在年初曾经发生过一宗 也是从东影部分上空飞过 而且声音十分的强大震耳欲聋 台湾在东影部分部署了许多防空导弹 这是为了防止中共的对台犯境 采用最近的入程攻击台湾 所以他们可以发动第一波的防空飞弹 美国的雷根号航母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国和全世界的航母打击群 现在从新加坡已经慢慢持往台湾的路程 而且同时美国派驻的 林立波两栖攻击舰上面在座20架的舰载机 就是 S-35的隐形垂直隐身战斗机 此言台湾部分 协助美国雷根号航母 保护裴洛西 访问台湾这次的任务 裴洛西这次访问台湾的地区 其实是一个暗地计划 其实是一个美国事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到底在空军、海军以及陆军 到底是否能够随时的应接 随时的美国持沿台湾 万亿解放军武统台湾的时刻的应战计划 和作战水平 中共派了两架飞机飞往台湾 其中包括了卡28反潜神鹰直升机 以及中共的运巴反潜机 这两架飞机飞往台湾的部分时 飞得十分的慢、十分的低 离海平线差不多是100公尺 这两架飞机飞得超低 而且超慢 离台湾的海峡十分的近 距离台湾的恒春差不多是50里 50里的作用就是一飞 就马上到了台湾的领空了上面 这完全是中共的一个抗疫的动作 而且大陆现在已经研发了最新型的运酒运输机 这是攻台的主要力气 听说这个运酒的运输机 亦是可以运载差不多100名的转战部队来到台湾上空 这可以发挥积极的对台湾的斩首行动的力气 而这架运酒的运输机 听说它的发动机部分 这个发动机是乌克兰帮它建造的 而且从这个运酒的运输机开始 中共可以利用它发展为全职的500空警 电针作战机或者其他的运输机 运输机 所以是一个攻台的主要力气 而且台湾的东沙岛部分 对台湾以及中共来讲 是一个非常紧要的一个军事要寨 所以如果中共要对台发生攻台武统计划 拿下东沙是一个第一任务 因为东沙是遏制台湾海峡 以及台湾东海三个主要领海的中央门赛部分 而且对中共来讲 拿下了东沙这个岛屿 对中共武统台湾 简直可以说是如虎天意 自在必行的一个行动 而且中共已经秘密发展 已经实行了下水 神秘的039C型 隐身的潜艇 这个潜艇可以运载差不多100个人 不知不觉的来到台湾 而且持援的这些特种部队来到台湾 进行斩首行动 这种不知不觉的潜艇 在对台的武统攻击台湾上发生了重要的 灵魂斩首行动的重要力气 这个039C型隐身潜水艇 全长是50公尺 再重量是3000吨左右 完全是逆中航行 这非常适用于台海斩首行动 让台湾海军以及美国海军 完全无法察觉 中共对台湾的斩首行动 中国现在在7月29号 30号以及31号 在中国的东海部分 进行区域的军事演习计划 这是冲作美国雷根航母 北上台湾海峡两岸的阻止 美国雷根号航母 北上辞员台湾 以保护裴洛西访问台湾的一个军事行动 而且中共也呛下 中国的歼20歼16以及歼16B 都同时会出来 以及半飞美国议员裴洛西 如果乘搭飞机访问台湾 而且美国也是怕出了RC-135 以及美国的V-2隐形轰炸机来到了澳洲部分 听说这次来到澳洲部分的隐形轰炸机 总共来了四季 美国的V-212C是负责了 增长中国的南沙部分的岛屿的军事要塞 万一中共对东沙岛发生的侵占计划 美国就会动用V-2隐形轰炸机轰炸中共的南海岛屿 这是一个军事平衡的行动 就是中共拿下台湾的东沙 美国就会轰炸中共的南沙岛屿 作为平衡军事的一个重要行动 所以美国的众议员裴洛西 来到访问台湾在8月1号 而且是中国解放军 8月1号的建军节 中共肯定不会拉下永远容忍这口气 所以这肯定会发生一场激烈的中美开战 而且裴洛西这个人 曾经在中国的天安门事件 中国的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在1991年的9月 工作民主党的琼斯和共和党的米勒 他们三个人到中国的人民英雄纪念馆 中共以为他们三个人只是访问拍拍照 忽然间默默的把那个声言 中共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布条拉了出来 而且在布条的上面写作 献给中国天安门事件 疑难的中国劣势 当下给中国的警察拿下了 当场中共的警察就把美国的CNN的记者及裴洛西 总共七个人当场的架开 所以中共这场战争会不会发生 完全是寄托在美国众议员裴洛西的身上 这次返台的任务 所以这次8月1号 美国的众议员裴洛西究竟会不会访问台湾 会不会中美两国发声 插枪走我 完全寄托在裴洛西众议员这个人的身上 我们静观其变 看看这场中美两国的政治与军事交锋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章 我在这里 whou 我这层的呼喊 我在这里 whou 谁睁开眼看见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作为道德加小努力 抱歉只能尽 你究竟何为乱迷 只想终尽替代爱意 到底是我是你 无人能够看见 时光难尽相悲 冷骨无情 你啊 看哪 不尽心晃着太连 你啊 看哪 好不尤其开启下雨 黑暗三里 这永恒的权利 这永恒的权利 黑暗三里 如果可不得看见 你啊 看哪 你啊 看哪 你啊 看哪 你啊 你啊 看哪 我啊 看哪 你啊 看哪 你啊 看哪